关于娱乐知识 不料短短几年过去 打脸来得如此猝不及防 成了维密圈的笑话 西梦瑶出生于1989年 从小有轻微的厌世症 让父母差点愁白了头 因为不爱吃饭 西梦瑶只长个头不长肉 后来成了一个长手长脚的麻干身材 西梦瑶13岁时就已经有了170的身高 在同学们中赫里基群 已然是怪物的存在 让他自卑了整个青春期 好在父母比较有见识 将长手长脚的西梦瑶送进了模特学校 才逐渐改变了他的性格 随着时间的流逝 西梦瑶长到了178 自信心也大增 成了模特中的佼佼者 2009年西梦瑶参加加油东方天使的比赛 随后脱颖而出 又被邀请参加了世界精英模特大赛 签约到了法国的模特公司 自到2010年开始 西梦瑶频繁出现在 各大高定品牌的走秀场上 还颇受各大高端杂志的喜爱 经常成为封面女郎 在事业起飞之时 西梦瑶也迎来了爱情 2012年 西梦瑶和有着最英俱男模之称的 奥普瑞谈起恋爱 顷刻间引起了众多人的艳险 有了男友的加持 再加上恋情带来的热度 西梦瑶的资源飞升 一举成了维密天使 2013年 西梦瑶成了继刘文 何岁和秦淑培之后 第四位登上维密的亚洲模特 终于给他爹妈争了脸 这一年 何友军才刚刚年满18岁 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就读 是赌王何鸿燊 很喜欢的小儿子 此后几年 西梦瑶多次登上了维密走秀 有了骄傲的资本 还曾夸下海口 如果在维密摔倒就退休 没想到抑郁成浅 几年后他果真摔倒了 也被迫退休了 要说西梦瑶的名气在内地打开 还是在2016年的偶像来了 他作为顶流名模参加节目 和谢娜陈巧恩等人成了好朋友 开始频繁在内地露脸 慢慢从模特转型成了艺人 凭借偶像来了的热度 西梦瑶还抢了刘文的顶奢内衣代言 两人还因此结下了梁子 此后多年 两人一直名正安斗 但事实证明 两人注定不是一条线上的人 或许是参加综艺太多 平时疏于训练的西梦瑶 才在2017年的维密秀上 来了惊天一衰 2017年的维密秀在上海举行 西梦瑶的家人也来到台下 默默地给女儿加油 不料穿着梦幻天使服装的西梦瑶 竟然在得意忘形之下 啪击就摔倒在了台上 西梦瑶试图站起来 但因为血格太高 多次尝试未果 还是后面的模特小姐姐 扶了她一把 才勉强继续前进 因为这一摔 西梦瑶被维密除名了 刘文无以间胜利了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 就是这么滑稽 随后西梦瑶发布了一条 很励志的微博 博得了大半个娱乐圈人的心疼 此时超模男友 奥普瑞已经不见踪影 取而代之的 豆香的身影 不过这两位的恋情 也没有持续很久 豆香便遇到了何超连 西梦瑶也遇到了何友军 今天一摔之后 西梦瑶在模特圈混不下去了 只能开始混综艺圈 而芒果台恰恰喜欢 这种有噱头的艺人 再加之有限大的支持 两者开始了频繁的合作 2018年 西梦瑶参加恋爱节目 爱的时差 被匹配到了赌王的儿子何友军 时至今日 依旧有很多人不明白 为何赌王的儿子会娶一个艺人 其实何友军这样的身份 在富豪圈根本不受喜欢 既没有正房的身份 也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压根不是好女婿的人选 也只能来综艺圈找一找 此时的何友军 刚刚参加完一战到底和最强大脑 在母亲梁安琪的安排下 绣了一波纸伤 起初梁安琪是准备让儿子和姚安娜配对 奈何对方看不上她 她也只能另寻出路 就这样 西梦瑶和何友军相聚在了 爱的时差中 第一次看到 比自己小六岁的何友军 西梦瑶直接笑场 对何友军说 赶紧让你姐姐把你领回去 原来西梦瑶和何超盈早就认识 也曾经见过何友军 心里一直把她当小弟弟看待 压根没想过会谈恋爱 不料何友军表示 之所以来这个节目 就是为了你 就是想追你 何友军直接打了西梦瑶一个猝不及防 西梦瑶频繁地say no 再次激起了阔少的征服欲 西梦瑶压根抵挡不住 作为情圣赌王的儿子 背后还有军师妈咪 梁安琪 何友军的招数 一个接一个 一会儿带她参观自己的家 一会儿给她制造小惊喜 一会儿甜言蜜语 不理嘴 还拉出姐姐何超盈帮忙 演了一出相亲相爱的戏码 在唐一炮弹和家人的助攻下 没几天何友军就拿下了西梦瑶 2019年5月 何友军在军事妈咪的帮助下 在自己的商场和西梦瑶求婚 成为了当年的顶级土味求婚 No.1 粉色的现场布置 粉色的连衣裙 粉色的城堡屋 何友军用廉价的装饰 制造了西梦瑶眼中最直男的浪漫 在求婚现场 何友军甚至不知道求婚戒指 要戴在哪个手指 现场大呼妈咪和梁恩奇求助 尴尬的都溢出了屏幕 就这样 西梦瑶升级成了豪蒙儿媳 何友军和西梦瑶求婚时 外界就曾爆料说 西梦瑶怀孕了 四方需要一个孙子争财产 所以咯 其实那段时间赌王的身体堪忧 一直在ICU寻命 据说还打了天价的续命针 但是赌王活了上百岁 却始终没有一个孙子 成为人生的遗憾 于是为老爷子拼一个孙子 也成了赌王儿女们的头等大事 特别是四方 一直上蹿下跳 先是何超盈嫁给东北小伙 随后生下了一个女儿 接着是何友军求婚西梦瑶 最后生下了一个孙子 四方终于有了争夺财产的筹码 而西梦瑶从平凡女孩成为豪门儿媳 完成了人生的进阶 也被网友戏称为西贵妃 2019年10月 西梦瑶生下了儿子何广深 何友军马上发布了一篇 长孙论的博文 引发了全网的嘲笑 西梦瑶也获封长孙之母 虽然成了长孙之母 对四方来说 生子有功 但是豪门儿子真那么好当吗 自打西梦瑶生下孩子后工作锐减 不但失去了超模地位 在家里的地位也堪忧 据说作为长孙之母 生完孩子后 在家坐享清福就行了 比如郭晶晶嫁给霍启刚 生完孩子 只要在家族企业露个脸 专心相夫教子 出席豪门派对就行了 比如郭比婷嫁给向左 生完孩子后 只需要安心带孩子 顺带备孕二胎就好了 哪里还需要出来拼杀呢 但反观西梦瑶生完后 都没有好好休息 一直在营业的路上行走 就连现在怀了二胎 依旧是奔忙不停 看着好辛苦 其实想想也知道 西梦瑶的日子并不好过 四太梁安琪 从一介舞女进阶为 赌妄思泰 专宠多年 备受赌妄培养 是一个极其精明的生意人 怎么可能让西梦瑶 耗了羊毛呢 西梦瑶生完孩子后 四太说 赠给西梦瑶一栋五亿豪宅 但豪宅的名字 却写的是何友军的名字 就连西梦瑶的工作室 也被四太解散 账号已经很久没有更新 难道是为了省钱才解散 更有意思的是 西梦瑶不但无法享受 豪门而习的福 还得带着小丈夫出来 营业赚钱 真是一个励志的长孙之母啊 2020年幸福三重奏中 何友军完全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妈宝男 不会洗碗 不会处理生活杂事 不允许西梦瑶穿暴露的衣服 还把西梦瑶当妈 简直是个人间树带雄 真不知道这样的何友军 西梦瑶是怎么忍辱负重和他在一起的 节目中好几次能看出西梦瑶对何友军的忍耐 但为了立恩爱夫妻人设 两人还是继续表演 看得观众几毙疙瘩之饭 在何友军刚刚出现在工作面前时 明明是个麻省理工的高材生 拥有学霸级的头脑 为何日子久了 反而给人一种很幼稚的感觉呢 难道被老妈和媳妇宠爱久了 智商会下降吗 怀着孕还营业的西梦瑶 引发了很多网友同情 但反向思考一下 也能理解她的行为 婆婆太精明 丈夫不争气 手里没财产 赌王离世了 手里的长孙也不值钱了 自己不努力赚点钱存着 难道要看婆家的脸色吗 西梦瑶的案例也告诉年轻女孩们 无论何时 一定不要被对方的家族背景和金钱迷惑了眼睛 只有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资本 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才能有自己做主的资本 才能活得更潇洒 随性和快乐 我们下期见了